古代女子无法自己谋生,高门贵女为了谋取一门好姻缘,自年少便身居归中,修习各类礼仪知识,以求成为稳妥周全的女子,获得夫家的赏识,凡是能通过层层选拔顺利入宫的官家女子,无一不是懂得审时夺势,进退有度,就像西汉的成绩。 他在面对皇帝赵姓,自己却不能侍寝时,就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法,汉景帝在那一夜宠幸了另外的人,生下了一个影响汉朝政局变革的儿子,也正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得历史也随之改变了,真可谓历史就是由无数的巧合组成的。 倘若没有这一次的意外,汉朝或许就要少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,那么这里面到底隐藏着那些故事呢?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故事,汉景帝与成绩之极。 提到汉景帝,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志,作为汉文帝的嫡长子。 他继位后在政治上继续清摇伯父与民休息的政策,使得汉朝历史迎来了近百年的盛世辉煌。 汉景帝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的野心,因为他明白自己家的江山是先人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。 如今天下的百姓希望能够安定地生活,恢复农业经济是第一要务。 也或许是因为如此吧。 汉景帝有很多时间用于享受皇室的生活,他经常在宫中宴会饮酒。 有一次他在饮酒之后,突然想起了自己宠爱的成绩,于是便马上下令召见这位妃子。 不巧的是,这一天成绩刚好来了月室没有办法室秦。 但后宫之中女子如此众多,自己直接拒绝了室秦。 不仅可能让皇帝不愿,还可能让其他女子借机邀宠。 思前想后成绩决定让自己的侍女唐氏代替自己前去室秦。 景帝赵成绩,成绩有所辟,不愿尽。 而是适者唐儿,使夜尽。 这样做成绩有自己的考量。 首先唐氏是自己的婢女,出身低微又忠诚。 由他前去不会分走自己的宠爱。 其次汉景帝喝醉了,不容易发现室秦的不是自己。 所以这样风险不大。 当天夜里汉景帝果不其然没有察觉到异常。 直到第二天才发现室秦的是一个婢女。 汉景帝虽然很诧异并没有多加追究,只是让唐氏离开。 没想到的是,过了一段时间唐氏竟然怀孕了。 古代都讲求多子多福,帝王之家更是如此。 毕竟后宫中的子嗣关系到未来地位的传承。 汉景帝最初的伯皇后,在宫中长久没有子嗣。 最后就失去宠幸被废掉。 当时,汉景帝的宫中子嗣单薄。 唐氏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重视。 最终他生下一名皇子名叫刘发,常言道母平子贵。 唐姓女子也成为了唐姬。 后来,这件事还被后人称为了成姬之吉。 这个词语在古代也成为女子不能形容的代称。 属于女子所使用的一种雅语,亦或者说是一种暗示。 因托词以成姬之吉,不可见寝,长沙王刘发。 刘发虽然也是汉景帝的儿子。 但是由于他生母身份低微,导致不受汉景帝的重视。 也不喜欢这个由于意外诞生的儿子。 成长的过程中刘发就常常被宫中的人忽略。 汉朝皇子长大就陆续分封为班王。 各自前往自己的班的生活。 刘发毫无悬念地被封到了古代的长沙国。 那里的环境荒凉天辟。 不过,尽管他从小不受喜爱,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和教育,但是刘发十分孝顺。 离开皇宫以后,时刻挂念着自己的母亲唐姬。 每逢佳节都会派人想办法从番地捎带一些品相好的大米,送给自己的母亲。 同时,他还会想办法打电宫里的关系。 给自己的母亲争取更好的生活。 长沙国经济条件非常落后,可以开发的土地也十分有限。 刘发即使有想法和报复也无处施展。 按照汉朝的惯例。 作为藩王的刘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宫。 这也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。 有一次皇宫过寿大摆宴席。 等到刘发驻寿时,他选择了以武贺寿。 武姿和常人不同跳起来动作很小,史书中形容为张秀小举手。 当时,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姿势笨拙不堪。 汉景帝也十分奇怪就询问他缘故。 刘发恭敬地回答道,陈国狭小,不足回旋。 此言一出,在场的人面面相觑,纷纷收敛了脸上的笑意。 汉景帝也想起过往,认为自己有点对不起刘发。 或许是出于对于骨穴的恋爱。 他当即决定给这个儿子加封三郡。 后援二年,增加武陵郡。 零陵郡,贵阳郡为长沙国属地。 刘发就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封地。 不必再为了每年的收成苦苦担心。 刘发明白自己的行为或许可以换取父亲的侧引之心。 但是终究改变不了出身卑微的事实,不敢奢望太多。 对于皇宫争斗,他刘发也懂得许多。 若是政治上积极进取征求太多。 等待自己的大概率不是荣华富贵,而是兄弟的提防与谋害。 后来,刘发就选择了一边孝顺唐姬,一边再番地娶妻生子。 他生了许多的孩子,其中有一个儿子刘买。 刘买的玄孙则是刘秀,对于此人想必很多人都熟知。 汉光武帝刘秀。 西汉末年战乱不断,那时的汉朝的统治摇摇欲坠。 往往尝试篡权立新朝。 不过,他的政治举措冒进。 一时之间得罪了众多门阀士族。 各地英雄豪杰纷纷召集人马拥兵自立。 此时的刘秀由于父辈经历了层层分封。 到了他这一代身份和平民无异。 不过,这样低微的身份反而使得他能加了解底层人民的心声。 无形中给了一种助力。 刘秀自身拥有极大的抱负,他自己在军事。 政治、经济等领域都有超出常人的才华。 不仅如此,刘秀还十分重视任用贤才、虚心纳贱。 凭借一次次的胜利不断壮大实力,最终取得了皇位。 多权略。 登上王位的刘秀并没有沉免于奢侈享乐之中。 开始运用政治手段强化自己和中央的权力。 确保权力足够集中后,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。 为东汉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足够的物质、制度基础。 纵观历史,光武帝刘秀对于汉朝的政局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 可以说没有他就不会有后面东汉的两百年的历史。 当然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他自己的才华与努力。 恢复降雨,勋奸忽在西,是秦忽三五。 东汉时期,匈奴依然是北方最强大的力量之一。 在刘秀的努力下汉朝国力再度增强, 使得匈奴军事实力远逊于汉朝主动前来向他求和。 总的来说,汉光武帝刘秀执政后, 国内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, 充分证明了他登基是实至名归的。 可谁又能想到,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帝王 竟与汉景帝的一次意外宠幸有关。 只能说历史总是伴随着巧合与意外。